哎呀好想买手机啊 不过好纠结 不知道选苹果15号还是选华为Mate60号 有啥好纠结的 今年肯定买华为啊 为啥要选华为啊 今年是华为破骨城中的一年啊 再说我们要支持国库 你这个人太感情勇士了 我们肯定要从实用性讲对吧 哪个更好啊 就差不多啊 各有各的好的嘛对吧 那我感觉就是我以前用华为 感觉它特别卡 哎呦那是以前的华为吧 从40开始一点都不卡好吧 那我还得考虑拍拍视频啊对吧 拍照片 拍照片们肯定华为好啊 但是视频们 还苹果稍微好一点 反正都差不多的 我们这些人用用哪种都是一样的 那价格呢 价格我怎么知道都是刚出来的 你这么久前要不你去看看吧 我带你去看行吧 那行吧 现在我们来华为店看看 没想到人还挺多的嘛 怎么样什么价格啊 你看 12256的5499最低最低是5499 好像也不便宜啊 还能打卫星电话呢 卫星电话我也没用啊 你主要我要开设限了呀 设限很多5000广角1200 像素1200 前置都有1300 还能快通 你看一下拍拍照给我 让我看看 清不清楚 很清楚 看吧 都看到你自知了 你看他的摄像还长走的 我给你试一下啊 啊 给他看一下 你让我看看 对吧 不得的吧 哎 好像一点都不得 对啊 我刚才在换的 对 那现在就不得了 确实 对啊 我们拍视频挺好的 刚看了华为 感觉还挺不错的 现在我们再准备去看看苹果 看苹果 苹果你可能看不到 我跟你说 他刚上车才上市 我跟你说 我现在看不到真知的 那那先去看看再说 怎么样 有吗 还没出来 应该直接做预计 那价格呢 应该差不多的 15什么价格 应该跟1400一样 我怎么知道 我没有关注 那跟华为差不多 差不多的 开内存 你要什么内存 朋友们 你们说我选暖款好呀 要不要买华为 真的好纠结啊 最好从实用的角度来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